說在台灣 有時候聽到比較冷的時候 有人在賣糕肉 在高雄市有賣糕肉 這個火鍋店 因為怕人在查 他就說過油頭賣糕肉 怕是賣牛肉的 不過是這雙都有賣賣糕肉 這個事情有能讓這個動物 保護團隊把他們檢查到 他們這些肉有能賣去檢查 確定說他們賣是糕肉 要來發這15萬 這兩包整的縮角都在裡面 現在檢驗件事就是糕肉 過了當時高雄市 東部檢驗所 叫做動物團隊的檢查 高雄市有一個火鍋店 因為一直讓人檢查 後來改賣以外的火鍋 不過不久之前所改造的衣服 現在這間業者已經復環了兩次 現在也就是在賣糕肉 讓動物團隊非常生氣 變成外送太離譜了 為什麼要他這樣子 因為沒辦法暴力 太好賺了 無本的生意 自己做錯還不承認 還在那邊講有的沒有 最可惡的就是他們尼長還幫他出來講話 還找關說 找市議員去警察局關說 動物團隊表示 他們這裡有多三個賣的卡丁會去營 驅車送回來又非常緊身 在那附近觀察五分之內才九火 馬上就叫動物檢驗所的官員 跟志工圍調的 現場有雜貨 你說我檢驗收起來 我怎麼會去 我怎麼會去 雖然驅車在那現場 變成說不是糕肉 不過但無檢驗所送嚴 經過DNA比對真實檢驗就是糕肉 要對驅車等法超過十五萬 被我們查獲的時候 它是時刻否認是它賣香肉 那我們送驗結果 已經鑑定出來是狗肉 它就是違反動包法 我們會依照違反動包法 會給予處罰 它是累犯 所以這個部分會重重處罰 動物檢驗所出來要回頭驗風 約等驅車 繼續追查肉片的來源 若是確定驅車是自己害的 就要加法十萬以上五十萬以下 購金 記者李小燃創民後 高雄報道